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AM Podcast 我們有上一集的Buz 他講了他的音樂之路的前半段 我們剛才也聽過Buz的音樂範疇也很廣泛 玩過不同的樂器 我想問一下 我自己有玩結他 我想問一下 很多人初初學結他時 可能會想學木結他 人們想學電結他 你覺得這兩樣結他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分別就是他玩的歌不同 先說因為 你拿著不同的樂器 就會作到不同的歌 因為你按照樂器的特性去作 所以你選擇哪一種結他 也代表了那個學生想變成哪一種 反映自己內在的方面 例如我看完電視 電結他很棒 我想學那樣 他剛好看這場古典表演 他就想學古典結他 或者通常人們都是不知道的 都是不知道學結他 只知道這個世界都是一樣結他 有些人分都不懂得分 誇張不懂得分 我想再問一下 如果木結他和電結他兩個相比 雙方有什麼優缺點 優缺點 即木結他有什麼是電結他未必做到 但電結他有什麼是木結他未必做到 木結他直接由木的底板出聲 它一旦震動 然後彈到底板 再由音孔出聲 直接是一個線監木板音頻的震動 傳遞給觀眾 直接傳遞給觀眾 直接傳遞給觀眾 即是跟你說話 直接你把聲震動觀眾的心靈 直接傳遞 但電結他就過了一個M 所以你買多貴 假設你買五萬元 六萬元的結他 但如果用一個M 都是用一千元二千元 聲音是一樣的 即是極限 所以有第二個因素 就是電結他的第二個因素 而且電結他優點缺點 木結他直接傳遞給觀眾 電結他等於有一個收音器 放在一個結他底板 它就收了結他弦的震動 然後他就可以延長這個音 好嗎 即是可以多一些效果 延長這個音 其實以前木結他是火粒性 我們叫這些音做 即是 可以 但電結他可以做到一個音長 拖兩個巴掌 可以 所以他比較類似小提琴的技巧 所以很多小提琴的想法 都丟到電結他 小提琴的東西 其實二壺都是受影響 因為二壺近代 有些樂曲都是 拿了小提琴的技巧 因為二壺本來是民間技藝 一樣的 電結他都是拿了很多小提琴的 手提琴的手提琴 因為木結他手提琴 手提琴兩個音影就沒有了 手提琴 你不可以不斷手提琴 但他就像小提琴 二壺 所以旋律性 比較可以表達到一些 旋律變化大一點 例如我一唱旋律 Mirror Door 如果鼓勵結他 叮叮叮 就沒有了 但如果電結他 有一個原因 但他同時都可以做到跳音 因為手提琴 手提琴 所以電結他的優點 木結他也有優點 因為我個人 專門修讀古典 所以古典結他 我喜歡有一個木結他身 因為我常常會拍結他 因為電結他做不到這件事 而且電結他 因為他如果調節的效果 你一掃 如果有弦 六個音響 就響了 就變成一堆東西 呃 這樣 呃 做不到很優勢的弦的弦的弦 就是Finger Star 也做不到 如果有弦的弦 就做不到 而且你一拍就拍不到新 就少一些東西玩 少一些東西玩 剛剛也有過這些技巧上面的東西 我想問一下 現在我有一個 可能有些人的迷思 我練奏曲的東西 我練古典的東西 我可不可以用回電結他 我可能玩電結他 我應該要學一下奏曲的東西 練一些古典的東西 你應該兩邊練完 還是練習一邊都可以 其實我覺得 首先 概念上的問題 我們前設是 把樂器分為電結他 和古典結他 其實 我個人立場 我只是玩音樂 我用不同的音樂 來表達音樂 我可以用 就是 或者 或者 我拿到什麼 就是什麼 所以電結他和 古典結他 在我眼中 只是一樣工具 只要你喜歡 一首古典結他歌 你就去練習它 你喜歡電結他那首歌 那首歌很棒 你就練那首歌 其實 每樣樂器都有它的優點和缺點 還有一個問題 剛才我們也看過 你上我們節目 你之前表演 自己個人都有 你經驗也上過來了 會不會中間有些技巧 譬如你練習奏 你去到樂隊的時候 都可以用 早前沒有人用過 你沒有這些 時刻發生過 我也有 我丟了很多 古典結他那些 或是 Flamenco那些招 在一首歌 叫做 Experience of Experience 可以買我的CD 聽聽 觀眾要聽 就可以聽一聽 其實我們 剛才聽了 Buzette 他說了關於技巧的東西 其實還是一部份 我們知道 其實Buzette 自己也有作曲 我們下一集 一起探討 看看Buzette 作曲之路是怎樣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